為了換人 無厚的體驗 就無情了 無厚的體驗 林先生罹患吸引肝炎多年 近年來病情急轉為肝硬化 醫師建議必須換肝才能活命 你如果要等人家大體捐贈的話 就是不知道要排隊排到什麼時候 又怕爸爸病情惡化 然後我就想說 不然就我捐給我爸爸 林先生除了肝硬化之外 還有糖尿病 心臟半膜必鎖不全 和食道經脉流破裂 出血等問題 使活體肝臟移植手術的困難度 與失敗率矩增 不願放棄希望的家屬 終於在大林慈激醫院找到希望 因為吸肝的關係 就是肝硬化 肝硬化以後的一些併發症 比如說吐血 肝昏迷等等 就是蠻多次的一些發生 活體肝臟移植 使由健康的捐贈者身上 取出60%的肝臟 移植到受症者體內 拯救受症者的生命 此外也確保不瞬及捐贈者的健康 捐贈者的肝臟會慢慢恢復到 身體所需的大小 因為它的這個肚子裡面的肝臟的構造 張演得非常厲害 那張演以外有很多它旁邊的一些 很多血管都是比較擴張 所以在玻璃當中就會容易出血 所以當時確實外國的團隊 加上這個麻醉科都很自己的 就是很小心的NI來處理 活體肝臟移植比一般濕肝移植難度更大 原因在於捐贈者的解部變異性大 肝臟脈需做重建 肝動脈也長小於4厘米 需藉由顯微鏡才能完成手術 在術中還算是沒有明顯的這個 血壓掉 修可 都還算是穩定的完成 大概差不多 花了大概差不多15個小時 近年來活體肝臟移植技術成熟 但仍有許多疾病 需要仰賴大愛器官捐贈來救命 醫界呼籲人人響應器官捐贈 將無用的器官捐出 讓更多的生命重獲新生與希望 接著 接著